开完了动力火车之后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小甜甜 她在2021年多了两个身份 一个就是妈妈 一个就是人妻 那么为了记录亲子的日常 跟粉丝分享她育儿的经验 所以她也加入了经营频道的行列 但由于还在炒创阶段 所以频道内容的发展跟影片制作 大多是由她跟她的先生 两个人团队合成的 而可爱的女儿米苔木 则成了这频道里的人气担当 最小的联谊 1 3 2 到了 我们到了米苔木 要联谊的对象所在的位置了 而且我刚才还帮米苔木 换了小战袍 你看蕾丝 我想男生应该都抗拒不了 蕾丝的诱惑吧 米苔木 今天我们要来看 你的真命天子会不会跟你来电呢 Let's go 好了 我们要来看小哥哥了 小甜甜张可云与掌金的老公宋先生 带着四个多月大的女儿米苔木 要与制作人B2的儿子墨迹 来一场小小孩涟漪 嗨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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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爸爸好不好 你看哥哥 你看哥哥 他还最成功 他说你的米苔木 对啊 米苔木怎么给我那么主动 这个泰苔木还蛮旧的 对啊 他怎么会的 它好综艺喔 这个泰苔木 有这个经典画面叫快点 两个萌娃的可爱互动 让现场的大人们都融化了 好萌娃 对不对 好萌娃 虽然可爱 你好棒 害羞呢 好萌娃 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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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萌娃要不要就先前双方家长 我是已经订下来了 已经订下来了 对 已经订下来了 娃娃手 已经订下来了 而且有你们的影片存在 逃不过了 对... 那我们先聊一下好了 OK 谢谢 好 我先把拼金的部分给你 你怎么反过我先问拼金 记录亲子日常 是2021年4月才正式 经营YouTube的她 给频道设定的走向 包括名称也很呼应主轴 甜甜妈 我当妈了 妈了这样子 就妈了跟就是谐音很 就很像那个开玩笑的这样子 我们现在有小孩 所以我们一定会去很多地方玩 然后是关于小孩的 我觉得这刚好也可以 推荐给很多想要找地方 可以带小朋友去玩的 或者是对育儿有一些 疑难杂症的都可以看这个 我的频道 You're good 哇 你听得懂啊 你真棒 I... I'm sorry 我们就是现在才 草创时期 然后也没有那多余的钱 所以就变成我们就是 自己拍 自己剪 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买一些 机器啊 我们都用手机拍 然后收音就自己讲大声一点 初期就靠着跟老公宋先生的 两人团队一起拍剪制作影片 主题则大多由小甜甜发想 好了 我要来开箱我的麻烦好友了 嗨 大家好 她是黄颖萱医生 然后她真的很麻烦 从开箱演艺圈好友 到拍摄私下真实的生活模样 我们今天就是要回旺坝 跟我除夕耶 甜甜的第一次除夕耶 是吗 还有... 是第一次吗 档魂啊 档魂 为什么看起来很不想 她就一直会想一片奇怪的主题 她说不然拍我睡觉 她就说叫我拍她睡觉 她过程中搞不好很多人想看我 她过程中 对啊 然后我就一直想要 然后我就说 她每个主题都被我打枪就对了 虽然在镜头前露老公的气 但说起这段姻缘 嘴角还是扬起了笑意 是真的当我彻底放弃了 我最爱念头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 然后她就出现了 那时候跟她见面的时候 我就也拉哩拉哒的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没想到她就中了 答应她 答应她 这个说是不是要这样 你要说话 吴啊风雨 别忘记还有我藏在 你看你 她点了 和小五岁的圈外人宋先生 交往近一年 两人在2021年年初结婚 拥有自己的家 是从小由爷爷奶奶养大了她 心中的一大愿望 包括了当年之所以出道当艺人 背后的原因也与爷爷奶奶有关 我就想到天哪我又怎么样 让他们觉得我这个孙很兴功 然后让他们觉得很高 就是很骄傲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那我要变成一个电视上 很红的人 我要结合 知道吗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好厉害喔 邪心出道的她 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 为了争取多点曝光机会 对于通告赖者不拒 不管多危险的事情 我可以 我可以 然后可能那一集 有一些东西人家不敢讲 那你当然就讲 你讲了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你好没气质好怎么样 可是没办法 你节目里面一定要有一些暴点 入行到现在都没有被停止攻击过 最常被骂的当然就是觉得是 花枝肥婆恶心倒贴这些 我常常说我自己很漂亮很震恨什么 那是因为我太清楚 我自己就是女丑 敢说敢玩配合度又高 小甜甜努力在综艺圈站稳脚步 后来还接触了戏剧演出 这个尝试让她另替的新天地 你别想起来 我今天整天都没离开房间 就是因为我知道不对啊 2014年以雨后交扬中 刻苦耐劳的传统妇女角色 获得金钟奖 戏剧节目女配奖入围肯定 我从以前就爱演戏 但已入围之后是 我知道怎么样可以把戏演好 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演戏对我来讲 是在体验每一种人生 然后演戏对我来讲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爱上演戏带给她的成就感 生活中的每个片段 都能成为演员的养分 尤其现在当了人稀人目 心中有了安定的力量 日子也过得更踏实 她好爱笑喔 不管你现在你觉得你的人生 好像跟别人比 少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那都不要觉得灰心 我很感谢我的不完整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不完整 我不会知道什么叫做 珍惜完整就是现在 今年37岁的小甜甜 人生来到最完整幸福的阶段 有了家人当后盾 她知道未来的每一步 走得都不孤单 在演艺工作上 也能带着满满的勇气去追梦 我当然未来会想要 就是得到金钟嘛 这一定的 就是希望戏剧可以被肯定 那同时我如果又有那个 YouTube的金牌或银牌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全方位 一些新身份出道 在戏剧找到归属感 现在更斜杠当起YouTuber 朝她心中的全方位艺人迈进 不管是镜头前或私生活 都如同她的艺名般 把日子越过越甜了 我但是我继续就变了 我继续就变了 感谢观看